准备做晚饭,我刚从超市回来 超市的人用小电驴给我送回来的 东西多我拿不过来了 然后这个山竹今天特价 买了几个山竹,花了14块钱 榴莲的价格终于下来了 22块8,整了个7斤的 这个贝贝,明天早上榨豆浆 然后给小王买了一箱牛奶 玉米淀粉,我做奶香包的 然后榨豆浆,正好用这个贝贝 茄子,五个小茄子 一个土豆,一个辣椒,花了8块钱 晚上做个茄子土豆酱 这个两颗油麦菜,1块9 晚上做蒜蓉的 三个当地的香瓜,10块钱 还买了四根当地的黄瓜 2块5,这个我要拍黄瓜用 就这些,一共花了249 做饭之前,咱们先把榴莲开了 看看能开出多少肉 这个应该是六房肉 这两个不是很大 我发现我买榴莲 就没有那个大王买的好 上次他买一个克,瞅着不大 但是肉可大 他比较会调 这个小,这个还挺大 这个饱满 这个是最饱满的了 这个还不错吧 一共是满满一大盘 还可以了,我觉得 今天这蒜巴的有点多 看这个多方便 看,没事了 锅里多放点油 先炖茄子 这个茄子比较嫩 一般都熟死 这样的话,吃起来感觉更香 我做茄子和豆角就不提起炒透 要不然这种鱼不好吃 而且也不好熟 干净这么辣 茄子炒软了,放点葱花酸沫 13香放点 味极煎酱油 这熟酱做啥都好吃 多放点就不用放盐了 拌了一个土豆 倒里 炒的时候就出香味了 加适量水 盖上盖,开炖 锅里边我放的几片豆瓣酱 扒拉扒拉,然后把这个扇贝倒锅里边 来点料酒 尖椒,蒜末和葱花 然后在里边没有姜了 不放了 蚝油 味极煎少来一点 扒拉扒拉就出锅 今天这个菜小王是吃不了了 他不得意这玩意 炒油麦菜 先炒一半算 出香味了 然后再放油麦菜 把这个油麦菜炒腰 多放点蚝油 炒来点盐 出锅之前再把这点蒜放里边 出锅就行了 整个开黄瓜 咱就开饭 拿点这个芝麻油 香油 香菜蒜末 平时都不大用味精 但是我感觉这黄瓜必须得用这玩意 最后再放点盐 我看看能不能整出饭店的味 我感觉饭店就应该是这么拍的 尝一块 差不多了 这样就挺好吃了 啥也不用放了 茄子也好了 这茄子上稍微有点汤 这种太干了 然后稍微颤和颤和 因为黏黏糊糊的 放点葱花香菜酸化 这一放里 小味一下一下就上了 然后香了 开饭了 开饭了 今天火着咋样 硬 哈哈哈哈 这谁血 你这天天火是硬啊 妈我可以不能喝这个椰子 知道了 还有吗 没有了 吃上自己瓶了吧 妈倒下你买喝吧 妈想喝全倒出来啊 我没喝 还是舒服 嗯 喝吧 这什么 三倍吗 妈妈这个太好喝了 要喝妈再给你买喝吧 快开决了 下呀 嗯 下周一 两百一书今天都添完了 十三老师知道夏天吗 下周一 嗯 他说明后天还上课 还上网课呗 对 不知道 明天做何算 后天做 12号 12号做何算 后天不周六吗 嗯 嗯 蛤 后三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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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周三吧 我吃错了 我来吃吃错了 我来吃吃错了